我们呢 一个人活在世界上 为什么要多做点功课 也就是说 为什么要念经做功课 念经做功课 实际上就是要让自己能够明白道理 因为我们离不开佛菩萨的光和光芒 因为我们自己如果不学佛 不做功课的话 我们就会忘记我们自己自身的本体 忘记自身的本体 那么关于修行啊 实际上很多方法都可以修 但是真正的能够明白一个理 而不去左思右想 那么这个就是叫博尔法门 所以学佛实际上最重要的 要干净 一个人心灵干净了 他学佛才学得好 一个人 对所有的法门都尊敬 然而呢 要专一的去学习一个法门 这样的话呢 他的心才会干净 因为我们说佛法中的禅也是这样 禅力实际上就是定力 当一个人有定力的时候 他就等于有尽力 尽力是什么呢 尽力就是干净是会产生一种力量的 举个简单例子 这个人 他从来不去想偷人家的 去抢人家 去说人家的 这个人 他就非常干净 有了干净的时候 如果突然之间 某一个人说 这个事情是谁拿的 他心里很干净 他会有定力 这个话是谁说的 那么这些人也是很干净 他就会产生定力 因为有了定力 再加上自己的心很干净 那就会产生佛力 所以我们要懂 一个人最重要的 就是要明白 我们干净 因为干净之后 你会产生机会 所以一个好人 他就会有机会 一个坏人 他就没有机会 因为坏人 谁都知道他 不会给他机会 而好人 谁都会给他机会 所以我们像帮助人家 要像渡海一样 渡海的意思就是 因为渡海的意思呢 就是帮助人家 渡过这个苦海 一个人能够帮助人家 渡过苦海 实际上呢 你就是在渡人 因为只有你自己干净了 你才会渡人 因为只有你自己 明白道理了 你才可以渡人 因为只有当你自己 能够有渡人的帆船了 你才能渡人 你才能渡人 渡到彼岸 我们的身心要坦然 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心胸要坦然 如果一个人 如果一个人心中 对做所有的佛事 都有私心 那么这个人就叫有漏 所以要坦然 真的很不容易 我们做任何事情 都要心理和生理 都要坦坦荡荡 我们对得起众生 我们对得起菩萨 我们不要做对不起自己的事情 我们也不要去做对不起众生的事情 在末法时期 众生 只有干净 才能修行 只有干净的人 才会得到佛菩萨光芒的照顾 所以当一个人不能干净 实际上他已经违背了天律 因为学佛人就是要把身心 弄得干净 因为我们就是要定得下来 台长刚才跟大家左讲右讲 就是希望大家要干净 一个人才会有定力 我们定从什么地方来的 定从智慧来的 所以希望大家要明白 我们发大菩提心 我们生的真性愿行 我们才能学做菩萨 你今天发了愿了 但是你没有真正的去做 信愿行 你还是一个凡夫俗子 你因为没有坚持 因为你没有坚定的信念 所以学佛人最重要的是干净 因为只有干净了 菩萨才会到你身上来 因为干净了 你才会有佛菩萨的智慧 因为你把肮脏的东西全部去除了 你就会产生信心 当你有了这种信心之后 你的愿力也会随之而来 你有了愿力之后 你才能有此行为 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 我们一定要坚持 学佛是个长期的工作 就如我们不能今天种下去的果实 就等待着明天的发芽 结果 我们今天种下去的果实 它有一个成熟期 而这些成熟期 就是我们现在在学佛 我们怎么样让它能够很快的成为果 举个简单例子 去年的春天种下去的果 今年的春天会有收获 当你去年的春天 等到夏天还没有结果 秋天的时候 你觉得怎么还没结果 然后你在秋天就不相信了 就种下了不好的果了 那么等到今年的春天 会有一些善果 但是等到今年的秋天 你得到了又是恶果 而有些很多事情 我们所求是靠在大愿力的 如果这个大愿力不能坚持 春夏秋冬一年 那么今年的春夏秋冬 你也是得不到的 所以我们要毕生的要坚持 我们毕生要唯佛试念 我们毕生要念佛 要修心要念经 所以我们要学博 我们念经 念经念到自己把情都忘记了 念经念到把自己心中的一些妄念全抵消了 念经念到自己不称不恨了 念经念到无恨了 那就叫念念无恨了 所以当一个最高的境界的人 他是念而无恨了 心中有佛 何惧念佛呢 因为有佛在心中 我们念是无恨 无恨即使念 所以叫念念无恨了 所以叫念念无恨了